一名开着普通威拉轿车的30多岁男子 下午2点在柔佛在远花园和警方上演追逐站 来到商业区,警方往汽车开枪 再用警车撞向轿车,才成功逼停男子 目击者表示,追捕男子的警车来自斯尼阿南警区 男子被截停后马上打开车门 警方追上前去,再向男子开枪 对方背部中弹,负伤躲藏在银行提款机旁 警方随后进入银行制服男子 再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并在现场拉起警戒线,禁止车辆通行 同时也有几名警员手持枪械驻守在现场 截至目前,斯里阿南警区主任佐基里 还没有公布追捕男子的原因 也没有透露对方的身份和伤势